早晨,欢迎大家回来,我Learn with Tom Lee 金堂也是basic grammar course,是英文的基本文法 我为大家选择了英文里面的passive void,被动式 首先我们看看什么叫被动式 以及在英文里面我们怎么去利用被动式去组句 passive void could be the most confusing grammar structure in English this is very important when we learn English passive void在英文里面是非常之复杂的一个架构 基本上有很多English speaker,即是讲开英文的人 都不是明白为什么他们用被动式 虽然他们日常都会用到,但未必会明白为什么 passive void is not only used in the formal speech and also is used in the informal speech passive void不单在文书上我们应用到 亦都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会认动到 passive void 被动式 以下就是四个原因 为什么在英文的写作里面 或者日常的绘画里面我们要用被动式 第一,subject is unknown, obvious or not important 如果动作的人或者动作物件是并不重要的 我们希望寿词是更加重要,更加被人看到的 我们就专去做被动式 寿词就变成了新对子的主词 这个我们叫做passive void 第二,sentence priority 意思就是在作文里面 如果你每句都是用主动式的话 你会发觉那篇作文是非常之沉迷 没有人会想看你那篇作文的 我们希望句子里面有不同的变化 一时我们用被动,一时我们用主动 希望带到的读者有些新鲜感 继续看你那篇文章或者小说 Coherence and flow的意思就是 当我们写文的时候 我们希望读者能够流畅到 看那本书或者看那篇文件的时候 是会由一个idea 转到另一个idea的时候 比较顺畅一点 所以我们也会有机会用到被动式 将上一句句子的授词 变成下一句句子的主词 第四个原因 就是shift focus of subject 我们将主词变成一个授词 又将授词变成主词的时候 我们称为shift focus 令读者能够很容易了解前文后理 我们未开始研究这四个原因的每个例子之前 我们开始看看什么是active voice 主动式和被动式 making passive voice 这个过程就是用一个例子 希望教大家 由一个主动式的句子 变成一个被动式的句子 我尽量用一些简单的句子 希望大家明白 the lion killed the bull 狮子吃了一只牛 这是一个主动式的句子 而且是过去式的 这是一个active voice 主动式的句子 一个简单的句子 simple sentence the lion 是一个subject 我们叫做主词 主要的动词就是 kill 杀死 object 就是牛 the bull 很明显就是subject 加main word 加object 一个简单的simple sentence 有一个past tense simple sentence action 是由狮子 act to the bull 就是由狮子杀死 正牛 所以你会看到很明显是狮子做主动 正牛 是一个被动 如果你要把主动式 转为被动式的句子 首先我们把这句句子的售词 就是object 变成被动式句子的subject main word 就叫做is killed 这个is的意思就是word to be kued kuedes 这个不是过去式 上句句子是过去式 但是过去式的时候 我们拿个main word 就是q 这个字 你会看到下面我查了字典 q这个字的过去式就是kuedes 过去分词就是kuedes 以及现在分词是kuedes 而被动式 在word to be is 之后 我们是要用过去分词kuedes 以及大家会留意到 这个句子我做的时候有些错误 错误在哪里呢 就是在主动式的句子的时候 这个kuedes 是过去式来的 所以下面这个word to be 都会用回适当的过去式 所以不应该是is 应该是was the bush was killed 而was之后 就加一个动词的过去分词 就是kuedes 跟着由谁去做这件事 牛是被人杀了 被谁去杀了 我们就会加一个字 叫做by the lion 这个lion不可以叫做object 因为lion不是受kuedes影响的人 而受kuedes影响的人 或者物件是the boot 所以the lion就是做这个动作的人 去杀死牛的动作的人 或者物件 所以the lion就是agent 我们不叫他做object 我们叫做agent 根据这个例子 大家就会明白到 如果你想由一个主动式 active voice 变成一个passive voice 我要做几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 我们要把object 变成subject 第二样东西 我要查一下active voice 这个是过去式 因为现在式 你会发觉是过去式 所以我们就会用was 做动作的word to be 过去式 跟着这个动词是q 然后我们看看q 这个动词的过去分词 这是一个regular word 所以过去分词 都是加这些 我们就会加过去分词 留意这个不是过去词 是过去分词 跟着加个by 然后将原本句子的subject 变成新句句子 passive voice 里面的agent 就形成了passive sentence 被动式的句子 the boot was killed by the lion 这里如果这个killed 不是过去 而是现在式 the lion kills the wolf 下面的句子 你就要把the wolf is killed 这个is 是在说the wolf 这个killed 仍然是用过去分词 虽然主动词是用现在式 但是下面的动词 在被动词里面 我们也会用过去分词 killed 我给大家一些例子 some people built the factory in 1990 有一些人在1990年 就是建了这个工厂 我们现在把它变成一个被动式 变成被动式的时候 我们又将这个工厂 由一个object 变成一个subject the factory 接着我们看看动词 这个动词是过去式来的 所以the factory 我又加一个work to be的过去式 就是what 然后built 的过去分词就是built 所以我又加了built 由哪些人去建这个factory 就是some people 所以我加一个by some people 为什么我要分五格 我就希望大家逐格去做 第一格我们将寿词 the factory 就变成这个位 下一个我们就会写the factory 加一个work to be work to be 这个是过去式 所以就是what 第三句 就再加了 the factory what 跟着这个动词的过去分词 就是built 第四句 就是继续加下去 the factory what built 由哪个去built 就是by some people 虽然它是built by some people 但是什么时候built 所以我们就会 the factory was built by some people in 1990 我们由最开始的一个主动式句子 some people built the factory in 1990 变成一个passive sentence the factory was built by some people in 1990 这个by some people 基本上你可以省略它 如果你不知道谁建这个factory 你只知道在1990年有人建了这个factory 你可以写the factory was built in 1990 是不需要这个agents 接下来我们看看另外一个句子 the kind woman have fed the cat 那个善良的女人就是为了这些猫 接下来我们又将寿词变成主词 所以我就说the cat 这个是售词变主词 接下来我们看看 在主动式的句子里面 这个你会看到是have fed 是现在完成式 所以下面这里 你就要写have been 再加一个word to be 这个word to be 因为上面是现在完成 所以word to be 的现在完成就是have been fit的过去分词就是fat by 我们加回the cats have been fed the cats have been fed by home the cats have been fed by the kind woman 整个做法就是这样 根据几个step 我们可以将主动的句子 变成一个被动式的句子 the cats have been fed by the kind woman 同样道理 在这个句子里面 这个by the kind woman 我们可以拿走它 如果我们不知道 哪个人喂饱那些猫 我们可以说the cats have been fed 那猫已经被人喂饱了 被谁不知道 是不是一个kite woman 一个kite man 一个children 一个child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可以 unknown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不需要 by the woman 好我们继续看看 四个主要原因 为什么我们不用active voice 而用passive voice 其中的原因 the subject is unknown obvious and not important 就是那个做动作这个人 或者这个物件 是unknown 我们不知道是谁 或者是很明显 我们知道那个是谁 最后就是 主持不是太重要的 例如你说 the犯人被判 十年监禁 那你知不知道 那个犯人是由谁判 很明显就是法庭 或是法官 所以这个 subject 是obvious的 是明显的 你不需要说 犯人被法官去判 你不需要被法官去判 因为人家都知道 是由法官或法庭去判 这是很明显的主词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被动式 我们可以省略了 subject 第二 就是 subject is unknown 我们不知道 例如你想说 某人被杀 被谁杀 你不知道 可能被老虎 或者被他的仇人去杀 你不知道 我们就会用被动式 而不用主动式 因为我们不知道 那个 subject 是哪一个 或者不重要 我们最重要的是 那件事 例如总统被杀 最重要的是总统 而不是杀总统的人 所以我们也可以用 subject 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 我们看看解释 如果您只不知谁 或者什么 行动 有时 很明显 大家知道 谁知道 谁的行动 或只是 行动 不重要 就是我所说的三个原因 要不你不知道 要不就很明显 要不就不太重要 所以你就会用 passive void 被动式 第二个原因 就是你希望在写文里面 是有不同的句子 是用passive void 不同的句子 是用active void 令到你整篇文 读起来 有一个流畅的感觉 我们称为sentence priority if you just always use active voice repeatedly in an essay the essay looks very bored so we have to switch between the active voice and the passive voice 这里我应该用boring 这个意思就是 刚才我说了 我们希望一篇文里面 不要用active voice 用active voice的sentence 会令到整篇文都非常沉悶 读者是不想看 所以某些句子 我们用passive void 某些句子用active voice 令到整篇文是读得较为流畅 第三就是coherence and flow coherence and flow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希望整篇文是很流畅 我们希望把focus 由一个object 变成一个subject 由一个subject 变成object 我们就成为coherence and flow 所以第三个原因 和第四个原因 基本上是同一组原因 首先我们看看第一个原因 the subject is unknown obvious and not important 这是一个active voice the voice ate the pizza 那些男生吃了pizza 我们要转去做passive void the pizza was eaten 这个pizza是被人吃了的 谁吃了不重要 总而言之 我的pizza放桌面 就被人吃了 我就很生气 谁吃了 没什么关系 所以这个很明显 不太重要 即是unknown 我不知道谁吃了 我不知道谁吃了 我们就不会加by 谁 因为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只加what's eaten 如果你不知道哪个吃了pizza 你基本上不可以用主动式 因为你没有 没有the boy 所以你不可以用主动式 那你就用被动式 the pizza was eaten 第二 many writers frequency use the passive voice 很多作者 时常用到被动式的 但我们整句里面 最重要的不是作者 最重要是被动式 因为被动式很多人用 所以我们就说 the passive voice is used frequency 是很时常给别人用的 给谁用不重要 所以很明显 就是many writers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我想说给别人听 passive voice 是很多人用的 第三个句子 the cat ate the rex 貓吃了豆老鼠 rex是坑渠老鼠 在这里来说 如果你说那些坑渠女士 were eaten 被吃了 agent是很明显的 agent is obvious 即是agent是一只猫 而你看到老鼠整斗不见了 但你看到猫在旁边 舔毛 你也知道就是猫 所以你不需要写 eaten by the cat 你只需要 the rex were eaten 就行了 因为你知道 很明显是the cat 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写出来 令到句子简洁少少 拿走了agent 我就说 the rex were eaten 无论这句 eaten 或者used 你也是用这个动词的 过去分词 eaten 和used 你就没有用过去式 age 和used 不是这两个 是这两个 在被动句子里面 这个是过去分词 这个也是过去分词 这个也是过去分词 我们看看第二个原因 sense and variety 我们希望改变了句子的格式 令到整段里面没有那么沉迷 例如 John entered the house He fed the dogs and then he fed the cat John entered the house 之后 喂了狗 跟着去喂猫 你会看到 这里的三句 都是用active voice 主动式 John entered the house John喂了狗 John喂了猫 很沉 说来说去也是很沉 所以下面我转用第二个方式 拉低一点 我用被动式 加上主动式的方式 John entered the house 这个是active voice 跟着 the cat will not fed until he has fed the dog 那些猫未被喂 直至到他喂了狗 这里很明显说了 他先喂完狗才喂猫 所以猫 will not fed until he has fed the dog 他喂了狗之后 他就喂猫了 同样的意思 意思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你会看到 在这里这堆句子里面 令到读者看起来 是更加开心 没有那么闷 每次都说 he fed the dog he closed the door he open the window 什么都是he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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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 别人就会很闷 所以我们又会用一个 我们叫做centent priority 利用被动式 一时用被动式 一时用主动式 令到读者看起来 没有那么闷 第三和第四个原因 我就写了一段很简单的一个段 就解释回 为什么我们是可以做到 shift focus of the subject 以及coherent 以及flow 令到我段落 读者来唱顺少少少 1804 first steam locomotive Locomotive就是那些火车头 first steam locomotive rareways known as Penny Durance or Penny Durance Locomotive was built by Richard's Terrific 你看到我说 这个火车头 在1804年 was built by Richard's 我是用被动式 这个火车头 是被Richards建造 被Richards建造 去发明出来的 下一句 我用who who 是referring Richard's Terrific 所以我们突然间 由火车头 变造说这个人 Richards whose was a British inventor and mining engineer from Cornwall England UK 我是说这个人 是一个工程师 在英国里面 做的一个工程师 this rareways vertical 去到这里 我突然间变回被动式 我就说回 rareways vertical 也就是说回 这个Locomotive的rareways rareways vertical was nameded train 之后 人家就将这个系统 叫做train 火车 以前就可能叫做 Locomotive 但现在大部分人 都叫做train 就是火车 was nameded 而被叫做train 就是被人家叫做train today the train is considered 去到现在 the train 变成一个subject is considered 被认为 the train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traffic system in the country 是一个国家里面的 一个主要交通工具 这是一个被动式 is considered 我们不会说 the country consider the train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traffic system 我们不会这么说 这样去做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又希望整个fold 你看到是由 Locomotive 由一个subject 变成一个object 这个Richard 由一个object 变成一个subject 跟着又变成一个train 做一个subject 如此类推 我们的fold 是可以很顺畅地 带到的读者 去读这段文字 是比较顺畅 而且没有那么闷 你每次都说 the train 怎样 the train 怎样 the train 怎样 人家就会很闷 为什么我们用被动式 会比主动式好 的句子 例如 be born 出生 Mary born Peter her son on May 30s 1990s Mary在1990年 生了他的儿子Peter 这是一个active voice 主动式 很奇怪 在这句句子里面 如果你用主动式 就很奇怪 因为最主要你只是想说 Peter 在什么时候出生 对不对 而不跟Mary 虽然Mary 有妈妈 但整句句子的重点就是 Peter 在什么时候出生 所以 你把句子 变成一个被动式 Peter was born on May 30s 1990s 很明显 我们将 focus 注意力 放在Peter 而不是 放在Mary 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我们用被动式 可能Peter 是一个总统 我们只是想说 他总统 在什么时候出生 总统的妈妈 在这句句子里面 并不是一个重要 我们想说的题材 我们只是想说Peter 是一个题材 第二 就是call 这个字 一个active voice people call my sister flower 那些人叫我的妹妹 或者叫我的姐姐 叫她做flower 她的名字叫flower 这个很明显 那些人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我姐姐的名字叫flower 是不是 所以我就会用 my sister is called flower 我姐姐被人叫做flower 谁叫不要紧 最主要我只是 focus在my sister上面 而不是the people上面 或者第二个做法就是 the name of my sister is flower 我姐姐的名字叫做flower 或者我妹妹的名字叫做flower 把重要的点 摆在my sister上面 这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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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摆在the name上面 所以重点 我们放在不同的地方 三句句子 都在说同样东西 第一句句子 是把重点 摆在people上面 第二句句子 是把重点 摆在my sister上面 第三句句子 这个重点 是摆在名字 the name The Harry Potter series is digital boosted by the Warner Boss Warner Boss 是一间公司 这间公司 就是把哈利波特这套电影 这套系列的电影 公演出去的 所以你看到这里 is 我们会用what to be 现在词 而digibus 我们是用过去分词 即是digibus的过去分词 digibus published the news is published by the time 太吴时报 就是把新闻公布出来 是印刷出来 或者是公诸于世 我们叫做is published 最重要是新闻 而不是太吴时报 所以我们就会用被动式 is published cooked 煮食 the dinner was cooked by my mother 那晚餐由我妈妈煮出来 最重要是那个晚餐 所以我就写了what's cooked 因为你会发觉 在被动式里面 就算在这里加个food stop 你没有了agency 整句句子都很成立 很有意思的 意思就是说 晚餐已经准备好了 只不过by my mother 我就希望说起 由谁去准备好这个晚餐 但是整句句子的focus点 重点都在dinner 而不是my mother 不过这个我没有说给妈妈 因为妈妈会很生气 重点不在那里 是在那里面 接着我们看看一个例子 例子就是 Foreign will send the letter on next Tuesday 第一个做法 我们将the letter 由object变成subject 接着will send 又变成will be sent 然后再准备下去的话 the letters will be sent by a Pho moved 又说forens sent 然后再准备下去 The letters will be sent by Forens on next Tuesday 或者你可以 omit by Forens The letter will be sent on next Tuesday 所以這一句是被動式 這一句也是被動式 但這兩個被動式有什麼分別呢? 上高這句被動式 我們再說Agency 是of Forens 下面這句是沒有的 所以下面這句被動式用的時候 其實Forens不重要 我只是想告訴客人 在下星期二那封信就會寄出 誰寄出那封信的客人未必想知道 不重要的時候我們可以拿走Agency 但重要的時候 我們也會提醒客人 在Forens寄出的 因為Forens是一個很負責任的人 所以客人會知道有Forens寄出應該沒問題 如此類推 所以視乎你的句子的用法 需不需要的Agency在這裏 你也可以自己去選擇的 講到這裏 最主要我講解了整個由主動式Active Voice 到被動式的句子組成的方法 以及四個最主要的原因 為何我們要把主動式變成被動式的句子 最主要是一二三四 這四個是主人 希望大家可以明白 繼續努力讀書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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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